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业绩公布的顺序 我们先说Meta的财报 Meta集团的一季度营收364.6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61.2亿美元 同比增长27% 创下2021年以来的三年里最快扩张速度 利润同比增91%至138.2亿美元 净利润同比增117%至123.7亿美元 不用说财报非常好 对于这么大的公司 我们还能期待多好呢 大家知道Meta公布机报后出现了大跌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 尽管一季度集团营收和盈利均高于预期 核心广告营收增长提速 但这家公司预计二季度营收为365亿至390亿美元 区间终点 落于市场预期的382.4亿美元 或同比增20% 二 投资 AI和元宇宙会令其大幅增加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无论如何 以上两个原因似乎理由不是那么的充足 我就结合数字广告和AI这两个赛道 说说我对于Meta的思考 一 我跟踪Meta的业绩时间比较长 仅到资本支出暴增这种事情已经在2021年发生过了 那次是Meta赌源宇宙 这次是AI 历史总是在重复 所以很多投资者都稀有余悸 二 历史上Meta多次渡过难关 一次是苹果的隐私 那是觉得Meta以后广告不准了 现在也没有人提起了 我也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 一次是短视频的兴起 受到TikTok的冲击 现在看Meta的real已经风生水起了 第三次次是元宇宙的巨亏 后来Meta减元增效也渡过难关了 三 所以从历史看 Meta可能这次增加AI和元宇宙的投入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错了 大不了重新减元增效 减少支出就行了 毕竟Meta的核心业务是数字广告 数字广告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行业 四 就AI而言对于Mountain的机会远高于元宇宙 Meta在AI的开源大模型已经初见成效了 未来还可以抢占Google的搜索 也就是说上次Meta赌元宇宙成功几率很低 而这次赌AI成功几率要高太多了 哪怕通过生成是AI抢Google一点点搜索的份额 对于Meta来说都是很大的成绩 五 所以我的观点 这次可能是因为涨过头了 暴跌前Meta在2024年已经涨42%了 再好的业绩都无法验证这种涨幅的合理性 下跌是正常的调整 长期看Meta如果AI失败了 减少开支再次减元增效就好 马上利润就有回升了 如果成功了就开辟了新业务 所以长期看Meta应该还不错 六 我曾经长期持有Meta 可惜2022年那次大跌实在受不了 就陆续出清了 错过了后来的大涨 其实Meta上次的纠错 仅仅就是减少了元宇宙开支 减元增效 马上盈利就起来了 而且它其实还是一个数字广告公司 其他都是副业 所以接受教训 长期投资 忽略这些波动就好 说完了Meta 下一个是它的竞争对手 Google的财报 一句话 Google的财报很出色 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一 我就不说 Google的财报有多好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要说的是你可以结合Meta的财报一起看 它们都是做数字广告的 而且它们高度依赖数字广告 它们的业绩好 说明数字广告行业已经复苏了 人类还在从传统广告 向数字广告迁移 根据报道 到2030年 数字广告行业还会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 二 广告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它的规模 Google是从搜索 到YouTube 到YouTube的短视频 到Gmail App商店 全面靠广告盈利 广告毛利率非常高 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 美国数字广告的27%是Google 20%是Meta 可以说数字广告市场 是Google和Meta的双垄断 三 这个季度YouTube的广告增长也非常好了 我记得可能是2022年吧 连YouTube都不行了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疫情期间数字行业增长过度 疫情后就突然变慢了 现在恢复正常了 四 Google的员工和去年比减少了1万人 应该是AI带来了危机 让谷歌居安思维减人增效 所以这种处于危机中的大公司 总有机会和手段改变很多 就像Meta面临元宇宙支出过多时 减元增效后 马上盈利就起来了 Google也是一样 面对ChapGPT的偷袭 改革图强 马上就有起色了 这就是大公司的优势 50盈利等等指标我就不说了 我要说的是一个Google业务的隐忧 这就是生成式AI 使人们未来使用搜索会越来越少 我相信这应该是趋势 这次财报看不出来 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 过去一年 微软的Copilot等推出 但是还是不好用 很多普通消费者 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生成式AI 现在Facebook WhatsApp和IG都集成生成式AI了 以后生成式AI更会无处不在 到时候可能会有影响 我相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6谷歌云这个季度的增速为28.4% 这已经也是加速了的结果 相当不错的增速 却还慢于微软的Azure Azure的增长是31% Google Cloud的规模要小不少 总之 它们两个云计算都非常好 说明云计算行业在AI加持下 获得了非常好的增长 另外 Google Cloud盈利大大改善 这点也是可喜可贺 奇迈塔很傻 强调在AI的高投入 几年内不能盈利等等 难道Google赌AI 不会同样花很多钱吗 可能接受了扎克伯格的教训 Google CEO的财报会议 要正面多了 而且Google开始分红 这都促进了股价的大涨 8总之 Google的搜索 目前还没有受到生成式AI的冲击 也没有让微软的病 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过去一年 谷歌做的还是不错的 逆势成长 但是 在行业大趋势面前 未来生成式 AI可能还是会冲击搜索的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这点投资者要仔细研究了 而Meta和微软 则可以使用生成式AI 取得一些搜索的市场份额 谷歌任重道远 不能掉以轻心 说完了Meta和Google 最后一个是微软 微软的业绩还是很不错的 分析一下 营收为618.58亿美元 同比增长17% Operating Income为27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3% 净利润为219.39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每股盈利为2.94美元美元 同比增长了20% 其中亮点之一是 Asher营收增长了31% 是过去5个季度中 增长最快的 有加快增长的势头 下个季度展望也不错 不过有报道说 略微低于预期 总之 非常不错的财报 各项指标 全面高于市场的预期 接下来 结合云计算和AI这两个赛道 我来分享一下 我对于投资微软的看法 依微软的激报 总是非常平稳 营收增长17% 每股盈利增长20% 盈利快于营收 这是因为 微软是做软件和SaaS的 成本相对固定 买得越多 赚得更多 这就是互联网和SaaS的典型特征 二 我最关心的是两个业务 一个是云计算 一个是AI 我们分别看 先看云计算 云计算Azure增长31% 这种规模的业务增长这么快 太了不起了 有一天 Azure超过AWS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公有云太有前途了 只是微软只给出增长率 却不给出营收具体数值 不过你放心 Azure的营收规模 应该已经非常大了 Azure的毛利率 应该也不低 公有云是非常有前途的业务 下个季度的增长预期 还是为30%到31%之间相当可以 对比一下 谷歌云这个季度的增速为28.4% 这已经也是加速了的结果 相当不错的增速 却还慢于微软的Azure 可见Azure的竞争力了 截至这个视频 亚马逊还没有报告业绩 所以我们无法把微软的云计算 和亚马逊AWS进一步做对比 不过微软的云计算快于亚马逊的云计算 是一定的 再看微软在人们的AI赛道的表现 这块在电话会议中表述很多了 AI渗透到微软的很多业务 这些业务的增长都可以归结为AI 所以AI不容易单独拿出来看 例如 如果把Azure增长的数字分解来看 其中有7个百分点来自人工智能的贡献 而来自Azure核心业务的贡献 有24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云计算增速的加速和AI相关 Copilot也促进了Getsub和LinkedIn的增长 搜索营收增长了1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AI的病 更加吸引人了 不过这12%的增长 也是过去几个季度最高的 电话会议对于并讲的不多 你看微软的新闻稿 题目就是 云计算促进了这个季度的增长 而云计算和AI很难分开 所以 微软自己就认为是 AI和云计算共同爆发 促成了这次不错的业绩 三 再看微软的估值 我随便取出过去12个季度的EPS 如下分别为2.17美元 2.71美元 2.48美元 2.22美元 2.23美元 2.35美元 2.20美元 2.45美元 2.69美元 2.99美元 2.93美元 2.94美元 你会发现平稳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 过去4个季度的总EPS为11.55 目前股价为406美元 所以适应率为406除以11.55等于35倍 9.我对于微软的看法是 微软是AI的最大和长期受益股之一 这次财报已经可以体现一部分了 未来微软估计为维持类似的速度平稳增长 这么大的公司 这种增速真的是相当可以了 我认为 微软是非常值得长期持有的公司 值得逢低入场 最后我结合Meta,Google和微软的财报 一起看 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 微软处于非常好的增长阶段 云计算爆发 AI爆发 AI渗透到各个业务 如TING和Office 使其产品竞争力更强了 人类的数字化转型 微软赶上了 自研数据中心 GPU芯片 微软也有机会 AIPC和AI操作系统 微软也能够参与 这么好的公司 千万多研究 别错过呀 第二 如果非要在Google和微软二选一 长期看 我认为微软会好些 因为Google的搜索业务 可能会受到生成式AI的冲击 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 现在我自己使用 Corepilot使时间越来越多 使用Google搜索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长期看 可能微软更好一些吧 只是这么长时间了 从并和Edge的营收看 微软并没有从Google取得什么份额 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三 在AI领域 对比Meta和Google 可能Meta更加有机会吧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思考 当然 Google其实是数字广告赛道的 这个赛道是非常好的赛道 无庸置疑 第四 无论如何 这次财报表明Meta 微软和Google都是非常有韧性 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增值的大公司 每次击报都是惊魂动魄的 不过市场就是这样油油郁郁的螺旋式上升的 长期投资的话 这些波动都可以忽略 另外 如果你实在受不了这种幅度的股票波动 还是听从巴菲特的忠告 考虑追踪指数的ETF吧 例如追踪标普500指数的ETF SPY 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QQQ ETF 或者追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SYXX ETF 好了 这期太多的强调了云计算的前途 甚至AI的增长都是通过云计算的增长来体现出的 这些原因我并没有展开讲 关于云计算等最基础的互联网概念 你可以考虑购买我相应的关于半导体 云计算 互联网 电信和5G的科普视频 作为对于科技股投资的技术入门 你绝对会受益匪浅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留言区 找到我课程的链接 在那里创建账号并购买课程 和很多财经背景的财经博主不同 我自己喜欢通过分析行业和技术演进大趋势 长期投资科技股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并点赞支持一下吧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